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到走势金与美元的关系似乎大家都走远 这点是有点奇怪的 以往我们习惯都看到美元指数在上次去到99 金应该是接近1300 但今次竟然在欧洲选举过后 反而看到美元及金似乎进一步调整 当然这些调整是代表欧洲的危机完全解决了 这件事是大家去思考一下 当然看走势和解决问题 是否法国选举过后 今年欧洲所担心的黑天王或脱欧事件已解决? 我比较大胆地说我都觉得很有这样的机会 因为大家可以回想 现在首尾门是德国 虽然你知道麦克尔是否可以继续连任 可能会令大家有些担心 但我想说麦克尔能不能连任 可能是新平神话的延续 但会否因为这样会导致德国好像法国或英国 去脱欧 即使德国选过甚麽人出来 或是现在的执政党大幅不能够继续执政 德国未必会出现一些我们比较担心 会对欧元有危险的问题产生 所以是否因为这样会导致欧洲现在见了雨过天清 即使未来有意大利或其他欧洲国家 甚至土耳其 是否会再有一些跟法国或英国那种对欧元的影响 或所谓避险的问题 可能真的会减少 所以大家可以暂时做一个参考 看看未来是否这样走 至于昨天走势有甚麽启示 这里要告诉大家 既然我们见到美元指数 美金还要继续下跌 但这里要考虑 如果这样的话 其实金额应该是上升 所以由上星期的星期一 金额上升至1295之后 这一段黄金下跌 差不多是跟美元是同步的 所以这一段可以告诉我们 这一段可能是一个 硬要拉下跌 既然昨天 其实大家都会见到 我给大家的建议 你发现我都没有怎样去大执 例如我们建议大家70多去沽一次 另外66买 然后57.5再买 昨天你见到66买 做一定能做到 但反弹能否走到 最高我们见到69 即即是入市也要停 最低的金额 最低落到1261 如果我想知道 金额下跌 下一个比较重要的价格是甚麽 可以画画给大家知道 可以用一个最经常的方法 去找出来 是甚麽 大家知道 我仍然都会用黄金比率的价格去计 如果你想知道一个比较正路 我们可以用日线图 从今起点$1,122到$1,136 即是$1,254 所以亦相当紧贴 大家会见到 我为何会放在1257 建议大家去买的原因 似乎今天仍然会以这方法去做 如果要买到$50多才会买 昨天这个跌也可能给我们一个启示 第三段过了之后 现在这段是一个新的上升起点 还是一个继续下跌的先兆 似乎现在的答案也是跌价 所以我相信主要都会建议大家 如果短线 看看有没有机会反弹少少沽 达到多少 看看能否反弹上1270 如果有70这些价格 或是会否再低少少 都可以建议大家试试沽 大家要记得去我们SkyFi 的Facebook专页 及YouTube视频订阅 便会收到今日的今时策略 今日的节目就到这里